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打击非法机上和犯罪集团窃取讯号赚取不法费用 刑事局电信侦察大队和保二刑事警察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成立竞评专案2.0行动 扫荡窃取金房以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顺利查获窃讯机房三处 并且逮捕到11个人到案 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将近10亿元 全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未避免类似东京奥运期间 相关国际赛事遭非法机上和犯罪集团窃取讯号赚取不法费用 刑事局电信侦察大队保二警察总队 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 成立竞评专案2.0行动 针对国内窃讯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气并成功逮捕11人到案 全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由本局电信侦察大队跟保二刑大 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成立一个竞评专案2.0 这个最主要目的是要针对国内的窃讯机房 以及经销商来做一个强力逮捕 那在我们在8月份 9月份及11月份 三峰发动我们扫荡前台 总共有26处的包括经销商及确信机房 那昆北在 金北、桃园及彰化等处都有掌握 那总共成功逮捕了11名 神换盗案 那这个遭亲钱的影视内容 有国内有民视、东森 及TVS等各家电视台 日本方面有TVS等影视电视台 那这个有委托我们中华民国 卫星广播电视上位同位工会 及日本的海外促进机构 向本体来提告 那我们报请 新北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 那这个专案小组 我们也接受到我们国内NCC 来指导 及各家电信业者的合作 那在相关的处手 也找到了架设确信机房主机的首站 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光法三厂 及所谓的网路平台 有看到几个经销商处手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一并查理以后 再透过搜索来打击 这些确信机房级经销商 根据警方指出 涉案黄信主贤成立公司 负责向NCC申请WiFi等社评审审执照 藉由取得硬体社评执照 来谎称贩售的机上盒为合法 并透过经销商协助下载特进APP 来进行收视盗版影音 又以员工及友人名义申请各大OTT平台影视帐号 透过破解技术将讯号转出到非法机上盒 从108年6月起 迄今已经贩售超过上万台 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近10亿元 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成立一个虚设的机上盒的总公司 它利用各大网路的卖场去批货 卖这些所谓的非法机上盒 非法机上盒经由民众透过网路的传输 可以看到一些国内的各大好几百个频道 包含国内的各大电视台还有一些戏剧 那经由我们电灯大队用网路风暴追查发现 其实这家公司 它自己找了两个人头 去窃取国内的一些运动频道 尤其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运动频道 或者是一些电信业主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可以看的影视内容 我发现最近很热门的那些电视剧都一并被盗用 那透过窃讯的方法 来传送到中期机房 再传到机上盒 那因为我们用这样的路去找 发现其实这两条路 都来自于这个主弦所成立的假公司 那一举成情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来讲 港间所贩卖的非法机上盒 基本上它的使用跟盗用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 呼吁民众不要去购买 以免未来这个讯号被窃取 被切断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收视变得很正常 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专业小组这次 透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导 并与各电信业者合作进行扫荡 警方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电信业者 与有线电视业者合作 强力打击不法行为 并呼吁消费者不要贪小便宜 购买来路不明的机上盒 除了可能资助犯罪集团之外 也可能日后遭执法单位断讯 而得不偿失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今年只剩下几天就要跨年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跨年晚会和系列活动 势必吸引许多观光客 市议员蔡金燕对此就呼吁市府 要注意交通规划和防疫作为 不仅要让参与的民众尽兴跨年 更要降低对周边民众的生活影响 再过不到半个月就将迎来跨年了 而今年在市府积极策办之下卡式相当精彩 有望吸引大批人潮 而高雄市议员蔡金燕就提醒 地方交通规划要仔细评估 避免造成交通大打劫 我想大家也记得说去年就突然疫情 又有好像又有一波高峰这样 那所以说整个参加的人现场也都有管制 那今年我想会不太一样 那也是希望说市府要赶快去 虽然说去年那个模式 是不是行得通 有没有需要再修正改正 在同时能够不影响沿城区 其实包括哈马兴它也是在整个湾的里面这样 那不影响他们的进出 那同时又能让来参加跨年的朋友 有一个比较好的交通环境 蔡金燕也提到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 不开放民众参与跨年晚会 但今年不管在交通或是防疫规划上 都要更加完善 不仅要让参与的民众进行跨年 更要降低对周边民众的生活影响 不管是市民朋友 在外面区域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从外縣市来的朋友 他们是选择使用大众运输 减少整个这个道路的负担 那让在地的民众也不会因为说 这样的一个活动 产生对市府的不满在交通上 因为每一次除了交通以外 那还有结束后的清洁的工作 这方面希望市政府这边 相关的单位都能够来加强 跨年那一瞬间大家很高兴以外 其实在整个环境的维护上 市民朋友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好的舒适的环境 跨年系列活动该如何促进经济 交通完善以及防疫规划上达到三盈 相信将会是市府近期的一大挑战 记者李嘉龙 潘文玉高雄报道 最近暴力事件以及重大的治安事件频传 市议员忠义众认为政府体系应该紧密的整合 遏止这些事件的发生 因此召开了公听会 邀请多个局处以及专家学者和民间团体 希望整合资源强化社会安全网 近期台湾发生极其暴力事件 以及不当管教等等重大的社会治安事件 而高雄市议员忠义众就认为 政府体系应该要整合资源 遏止事件发生 因此他召开了公听会邀请相关局处 以及学者共同探讨 希望找出解方 安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公共安全的范围非常的广 有人身的安全 还有像我们常常讲的公安 治安 食安 道安 校安 居住安全 经济安全 这些都是公共安全的内容 也有很明确的范围 跟其他的公共安全相比较起来 社会安全事件的性质 就复杂很多 忠义众也提到 社会安全网范围非常广泛 因此需要各局处横上跨部门的整合 而在公听会上也有多位的局处代表 以及学者讨论相当热络 重点还是要去强调 必须要去强化跨体系 跨专业以及公司协力的一个服务 因为整个的一个社会安全网络的一个建立 不是单一局处 或者是单一部会 或者是说单一个 限制站就可以才单起来的 那必须跟部门跟民间的鱼两个 共同整合起来 整个的网络才会更绵密 对带头的索要分子 或者是高债犯的接发分子 在移送到地先组之后 一定要鉴请检察官 向法院来申请一个预防性的计压 那这个作为最主要就是希望 不要让这些的自治分子 一直在外犯案 影响本市的治安环境 为了让社会大众能够安全无语 在无暴力的环境之下生活 争议众也期盼透过公厅会的讨论 让市府与民间的力量来串联 共同将社会安全网更强化 记者李嘉隆 庞文玉高雄报导 城中城大火事件之后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消防公安等议题 高雄市公寓大厦辅导管理自治条例 日前也在市议会三读通过 接下来就要送往立法院审理 预期在条例成立之后 对于住户的安全一定能够大大的提升 城中城大火事件造成严重的死伤 各界开始关注旧大楼的管理问题 也因此催生了高雄市公寓大厦辅导管理自治条例的生成 高雄市有许多老旧的公寓大厦缺乏管理 而在没有法规约束的情形之下 政府也实在无可奈何 因此推动公寓大厦管理自治条例 目前草案也已经经过高雄市议会三读通过 针对未成立管理会的公寓大厦 我们深入社区去进行宣导辅导 还有一些相关的补助计划 我们也开始来做一个启动 法令公告实施之后一年内 那还是有一个强制的一个手段 就是说在一年内如果说没有成立管理会 我们还是依这个治治条例会进行一个采法 除了辅导老旧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之外 公寓局也辅导市民朋友完成集合住宅的公安申报 并且针对特殊情况给予补助 明年将会正式开始实施 以提升住户的公共安全 补助计划像明年我们会优先针对 我们今年清查的1099栋的一个公寓大厦 针对防火门门工器的部分来进行补助 那后续补助我们会看补助的状况 我们会做滚动式的调整 如果预算还足够的话 我们可能会开放其他老旧的 没有列管的那个公寓大厦来进行补助 房子是私人的产权 因此建管处也特别呼吁区分所有权人 要顾及住户的安全 做好完善的消防措施 公寓大厦是私人的产权 那我们自己的财产 事实上要自己要把它维护好 那我们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权人 在不管是你是当房东或自住 或者是说你这个房子是闲置 我们都希望要善尽管理职责 因为这样只有大家共同来维护公共安全 那这个环境才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安全 重视消防安全 除了市府的努力之外 市民朋友更应该提高警觉 做好防备 以避免悲剧再度重演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 小港区20里里长黄龙明秉持以里民为优先 为民服务的精神 持续帮助里内的弱势族群 因此获得内政部颁布特优里长的殊荣 为黄龙明在担任里长28年期间 缔造了一座里程碑 也更坚定要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走进小港20里的一间公庙 抬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匾额 黄龙明担任里长已经有28年的时间 长久以来都十分照顾里内的弱势 也因此在今年 荣获内政部颁布特优里长的肯定 这就是我感觉是说 这就是为民服务 就是像我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辛苦 今天小天和苏我 有一个饭人吃 身体和苏我健康 我一定要为民服务 拥有一颗慈悲心积极的帮助里民 里长黄龙明说 因为小时候的家境不好 生活十分辛苦 因此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更应该伸出援手施以援助 里民们也都感激在心 我真的非常辛苦 是我们六八十十个子 大家十五四十五的 我六八十在这一天 去晚上那边 他们去起来我坚持是不很好 可是我呢 真恰恰 真人真打拼 经过这种健康 就是里民来拜托我 整整我都很清澈 很认真 很轻烦 想到里民的 比较有更坚持 当选的期间以来 即便年事已高 但黄龙明还是希望 如果身体健康的话 可以一直为里民朋友服务下去 你以为有听说没有 所以我身体健康 我就继续打拼 里民有坚持 里民不坚持 我们就做 身体健康 为民才可以 给福才好 我们所有人 我们终于 不可以里民 过夫妻 和他说 面前说 我们这个里面 里面也有 可是他身体健康 和这些人 我们不可以看到人 翻看一张一张 过往的回忆 里长雨在地 有深刻的情感 但愿能用一颗 单纯诚振振的心 继续来造福桑子 记者张世民邻家 一高雄报道 冬至到了要吃汤圆 南子区 翠平里的长照站 就特别为长辈自己动手做汤圆 长辈们一边搓一边回想 和家人一起吃汤圆的情景 里内的志工还特别制作五彩汤圆 用天然的植物染剂 把汤圆染成五颜六色 好看又好吃 谢谢 一坨糯米团摆在桌上 一位长辈先把糯米团揉成一长条 再剥成一块一块的 其他长辈就把这些小块的糯米团 搓成一颗一颗圆圆的汤圆 长辈们动作又快又熟练 还想起以前和家人一起吃汤圆的情景 不只有白色的汤圆 志工们还突发奇强 用红龙果蝶豆花的汁液 参入糯米团里 搓出来的汤圆就呈现五颜垃圾 看起来就很好吃 这个是我们志工自己特调的 天然的 红色的是红龙果 然后蓝色的是蝶豆花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 然后这个是抹茶 他们现在好像回到以前那个时候 在回忆 大家一起在说汤圆 然后大家一起在这边吃一吃汤圆 然后聊聊天 我觉得他们感觉是很快乐 很开心的样子 另外长召站这一天还安排幼儿园的小朋友 来和长辈一起折纸 用一张色纸 就可以折出圣诞老公公的身形 贴上眼睛等装饰一下 就很有圣诞味 有小朋友的陪伴 长辈也觉得更有活力 就是让他们来这边 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互动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很自然的 跟阿公阿嬷就是有一个学习的互动 所以他们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让小朋友呢去接近爷爷奶奶 去提升到有互动的这一个功效 也让爷爷奶奶露出那个开心的一个笑容 让小朋友知道说 怎么跟长辈去相处 也让长辈觉得说 这些孩子好像很可爱 让他们心境上就是 感觉好像有变年轻了 他们感觉也是很快乐很高兴 配合节庆 长召站安排应景的课程 让长辈和小朋友 用色纸折出圣诞老公公 也动手搓汤圆 感受自己动手做的乐趣 过了充实愉快的上午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圣诞节到了 除了应景的圣诞红之外 还有很多花材 也很适合营造出圣诞氛围 左营区崇石礼活动中心 有一堂花艺设计课程 老师教学员用扁薄和圣诞红 还有玫瑰 兰花等花材 插出一盆很有圣诞氛围的盆景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花盆中间 绿色高高的扁薄像圣诞树一样 旁边再配上红色的圣诞红 红配绿非常抢眼 再搭配白玫瑰和兰花 还有一些小东西在旁边装饰点缀 整个盆景就很有圣诞味 扁薄把它当成圣诞树来装饰 然后再配上圣诞红 再加上一些亮晶晶的挂饰 然后尤其是圣诞节就是红色白色 做成一个圣诞树 然后一个造型 一个花园 花园的造型的设计感觉 不过可不是所有花材 都往扁薄四周插上去就好 老师教学员先用剪刀 把这些花材剪成适当的长度 让整个盆景富有层次感 不同花材相互衬托 经过老师调整之后 每盆花都很好看 学员们都赞叹不已 赶快拍照和朋友分享 好像生出一个孩子一样这么开心 擦出来这么漂亮 这孩子生的好漂亮 很开心 刚开始就是我擦的太高了 然后就是要把一些花压低一点 然后让这个圣诞树能够呈现出来 它那个有这个圣诞的气氛出来 我从不会到现在会一些 每次擦出来的花放在家里面 或者是我PO在那个同学的群组 大家都说哇好好看 都说好棒 从市立活动中心开设许多课程 其中花艺设计课程 就相当受到李明的欢迎 老师也配合节庆挑选适合的花材 让李明练习插花 这次配合圣诞节的到来 设计圣诞位十足的盆景 因为过去没有嘛 那现在有这样插花的一个课程的话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就非常心情的 非常愉快 那而且甚至可以再 把这样的作品然后带回家去 然后让那个家里面的那种 整个那种氛围都不一样 很喜气啊 大家都很高兴啊 因为我们其实平常都 每个礼拜都有在做 只是这个节庆到了 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老师很用心 不同花形不同颜色的花材 将它们组合在一个盆景里 插出另外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 作为圣诞节送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同时礼花一般赞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父女生产完之后 可能会出现子宫脱锤的情形 如果之后还想怀孕生小孩的话 就不适合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 高雄荣总日前就为一位王小姐 以放置子宫脱的方式 协助产后子宫复旧 由原本的子宫脱锤三度 治疗到已经完全复原 这几个蓝蓝的东西 有的像甜甜圈 有的像栽子 有的像漏斗 这些都是子宫脱 可以帮助产后的妇女 改善子宫脱锤的情形 那在年轻一点 如果它脱锤病不是那么严重 可能有一点膀胱脱锤这样 我们就会选择这种环形的 因为环形它在阴导分泌物的 比较不会有一些感染的一个状况 其实如果在两种 这三种你在清洁 假设都每天做好的话 其实感染的几率也不是真的很高 子宫在骨盆腔里 是用骨盆底的肌肉支托 和韧带悬吊 除了因为生产造成脱锤之外 更年期前后 胶原蛋白大量流失 也会引起子宫脱锤 一名37岁的王小姐 在生产之后 就出现严重的子宫脱锤 前来高雄荣总求医 就发现说在阴道口 有摸到东西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一检查 发现其实它就是 整个子宫颈往外掉出来 就是一个脱锤 那时候大概呈现 就是三度的脱锤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脱出来 它会非常不舒服 就是有一个下坠感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影响一些 它的排尿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才就是 选择先装置子宫脱的部分 由于王小姐担忧 还想生第二胎 医师因此建议它先以子宫脱的方式治疗 在经过四个月门诊追踪时 发现子宫复原情形 由原本的子宫脱锤三度 治疗到已经完全复原 那因为它还有预计怀下一胎 所以在现场 完全是不适合做一个手术的介入 那并且因为怀孕生产后 我们会需要一段时间 让子宫的一个大小弯形状 恢复到怀孕前的一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采取一个保守的方式 也是给它一个复原的机会 也是一个帮忙 面对第二胎 是否还会造成相同的情形 医师建议 预先强化骨盆腔运动 成功学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 让患者开心又安心的 期待第二胎的到来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度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 气温19度到27度 南投台中张卦云林 在地区应10度云 气温17度到24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因短暂雨 气温18度到20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近门马祖地区 阴天气温14度到25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度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咱们下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